现在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翻译 还是找出有关我们今天讲的短语 其实我们在学课文的时候 除了去练语感、练听力、发音、背单词之外 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 大家还记得吗 是recider les expressions viger 也就是被短语、被固定表达 非常的重要 来看一下这句话当中 哪些固定表达是我们学过的 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在医院抽烟 好首先任何人 这个是我们在第一节课复习否定句的表达的时候 都讲过的叫做personne 第二个呢叫做有权利 avoir le droit de faire quelque chose 剩下的就可以直接添进去了 好那么特别是动词的固定表达 非常的重要 可以构成整个句子的骨架 好那都出来了 第一个没有任何人都没有 叫做personne 第二个是有权利 叫avoir le droit de faire quelque chose 所以这句话你可以直接说吗 personne n'a le droit de fumer 好这句话就说完了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曲子 我刚刚和三年未见的大学同学又取得了联系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刚刚做了什么事情 这个叫做最近过去时 对不对 刚发生的事情叫 venir de 好再看 取得了联系 这是我们这节课的短语 叫prendre contact avec quelqu'un 那又取得了 还记得又这个词吗 好我们讲过 这个在这节课的生词里面 chercher是找 再次的寻找叫 re chercher envoyer是寄送 再寄 寄回来叫 envoyer 好前面加 re 好所以 prendre contact avec quelqu'un 好再看下面那个 这个三年未见 是发生在取得联系之前的一个动作 对不对 应该用预过去时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句话 应该怎么写呢 来prendre contact avec quelqu'un 这节课的重点端语 好请大家暂停视频 自己先写一下这个句子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刚和谁取得联系 和谁呢 mon camarade de l'université 大学的同学 que je n'avais pas vu depuis trois ans 这儿呢 刚刚做了模式 这是个过去 最近过去也是过去 那发生在最近过去 之前的一个动作用的是 遇过去 所以呢 就应该变成叫 je n'avais pas vu depuis trois ans 这是三年没有见了 这个小短语呢 我们在讲 depuis 这个介词的时候 其实也说过了 叫做 很久不见了 on ne s'est pas vu depuis longtemps 或者叫做 non ne s'en pas vu depuis longtemps 所以都用depuis 这个词来表示 已经很长时间 已经短长时间了 好 来下一句话 万一你遇到了困难 可随时给我打电话 好那么万一 这个词应该怎么说呢 实际上是有两种说法的 那第一种说法 你可以叫做 si jamais 后面加一个正常的句子 si jamais 你遇到困难 遇见 就是遇见某个人的那个遇见 困难 都会说了 随时给我打电话 用了一个命令句 你也可以是你给我打电话 然后后面加随时这个词 那随时怎么说呢 任何时候呗 或者叫做 好 来 外个观子 大家先自己写一写 你可以写任何时候都没问题 来暂停视频 好 来跟艾拉一起来做一遍 那么万一这个词 我们刚才说了 有si jamais的说法 还有一种说法是最常用的 叫做 o ga ou 当然o ga ou的后面 是有实态要求的 它要变成条件时的 现在时 比如说 o ga ou 这是必须加的 再说一遍 o ga ou 表万一 后面必须用条件时的 现在时 表示万一碰到什么样的情况 ne zi te ba a mapuli 不要犹豫 给我打电话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 ne zi te ba a 或者叫做 ne zi te ba a 都是 它本身表示 不要犹豫 实际上 我们翻语到中文里面 就是别客气 随时怎么怎么样 总之就是一种 非常礼貌的说法 你随时怎么样 不要犹豫 有什么想法 就给我打 叫做 ne zi te ba ne zi te ba a mapuli ok 好 那你还可以怎么说呢 si jamais 后面加句子 这个句子不要用条件式了 正常的支撑式的实态 si jamais tu hau conto des difficultés 如果你遇到了困难 tu be me telefoné a du moment du moment 任何时候 a du moment 好 再来 si jamais tu a des ennui 如果你遇到了一些烦恼 实际上困难这个词 就是enui 令你烦恼的事情 也可以用它来替代 你看困难这个词 我们用了多少词来替了 有problem 有这个difigurity 有enui 实际上就是让你烦心的事 解不开的麻烦 都可以表示困难 中文的困难 这个词 i 中文的意思 是比较模糊的 涵盖的范围 没那么精确的 有时候往往一个中文的意思 下面可以有 n多n多法语的词 去表示它 因为中文在很多场景下 都会用这一个词 但是法语呢 更加的精准和精确一些 好 Donne moi un good feel quant tu veux 你什么时候想给我 打电话 你就给我打 打电话 我们说了一个叫做 appli galgan 也可以叫 derephoner agalgan 也可以说 donne un good feel agalgan feel 指的是电话线 也就是一根线 电线都行 un good feel 固执一下的意思 就是打一通电话 可以这个意思 OK 好 大家这个 比较一下三个句子 然后把里面的 可以表示同样意思 但是有不同表达 这样的都要记住 而且放在一起记 这样子你想出一个意思的时候 就有几种不同的表达 供你选择 这时候呢 你的法语 就语会呢 就会变得更加的丰富 无论是写作还是表达 都会更加有仁有余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句话 他昨天把我一周前 借给他的小说还给了我 你会看到中文呢 就是包容性的语言吗 这句话的意思叫 他把小说还给我 对不对 那中间会加很多很多东西 就像中文说话 就像包饺子一样 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包上 你一旦就是 这个饺子捏好了 你就不可能再放任何东西了 就是你一旦把动词冰语 这个句子说完就不行了 对不对 那其他的东西都是什么样 都是放在中间的 OK 但是法语呢 法语是开放性的 就像一块披萨 打开的 你随时可以在上面添东西 随时可以在后面追加 它是个开放性的语言 一个法语句子可以非常非常非常长 你说完了这个意思 还可以再追加其他的意思 可以通过从句再继续追加 通过连词继续追加 但是中文呢 一旦包起来 就真的是包起来了 所以这个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好 那我们看 他昨天把我一周前还给他的 借给他的小说还给了我 这句话叫 他把小说还给我 什么小说他借给我的小说 这要加从句了 好 首先 还叫做什么呢 叫做 好 我不提示了 好 暂停一下吧 暂停一下 大家自己写一下看看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句子 应该怎么说 注意时态的一个转换 还给我 之前借了小说 所以借应该用 语过去 昨天他把他带了一周前 我给他一周前 OK 让他带了一周前 让他带了一周前 表示把什么东西 归还给某人 这用的是一个 passive commons 他把他带了一周前 什么小说 我给他带了一周前 好 让他带了一周前 重要还是把什么东西 借给某人 既然是出界 所以用带了这个词 用的是语过去 OK 那么这道题呢 练习的依然还是 这个 Le plus que parfait 好 看看大家这节课 掌握的怎么样 可以再复习一遍 Voilà c'est tout Bon courage